我覺得這種觀點有道理 應該說在中宣部那裡頭 確切的說是在習近平那 因為在不同時代的中宣部的規矩還不太一樣 在習近平眼裡頭呢 你總理就是幹事的 總書記才是把握航向的 總書記是掌舵的 你總理就是滑獎的 所以當你李克強講要殺出一條血路 長江黃河不能倒流 說對外改革開放絕不會也絕不能把他關上 這些話 那習近平聽了肯定不舒服 他就會覺得這些話是在方向上 路線上和他分庭抗禮 但是因為李克強這些話 他就是強調鄧路線那些話 就是在重複鄧小平那些話 所以你又不能夠直接出來否定鄧的路線 你不能直接給李克強扣什麼帽子去禁止 所以他就只能採取盡量的封殺 盡量的掃報道 當然這也告訴我們呢 到目前為止 所謂筆桿子 宣傳部門還是在習近平的掌握之中 整個來說呢 習近平還處於一個主導地位 照這樣子下去呢 那習近平二十大連任就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了 當然這不排除在這個期間 還可能有一些意外的事情發生 因為我們從剛才提到的一些跡象表明 包括在高雄中間 這種區別 這種差異 這種分析 那還是很明顯的 我想讓我們平衡更多的 mol視點 我先給你一句話 我先給你一個個珍貼 如果你沒有一個珍貼